雷射 其實雷射最主要的用途呢 是利用激發出來的能量 那把它就打散 讓我們人體能夠吸收 首先呢就是皮秒雷射呢 就是它是所謂的 picosecond picosecond意思是說 它是10的-12 次方 那相較於過去的傳統雷射 也就是nanosecond的話是10的-9 這個意思上就是說 它們兩個在時間上產生的不一樣 大概就是產生1000倍左右的差距 那意思就是說 過去呢在傳統雷射上面 1000秒才能夠達到效果 在皮秒雷射一秒鐘就可以達到 這樣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這要提到所謂的就是 光熱效應和光震波效應 所謂光熱效應是說 我們打進雷射之後呢 我們把能量透出進去 然後讓黑色細胞打散 然後我們就能夠身體能夠代謝嘛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如果說你花時間比較長 這個熱產生時間比較長 對皮膚的傷害就會比較大 那這就是過去的光熱效應所帶來的效果 現在的光震波效應指說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很高的 震盪的能量 然後把黑色素 這些色素打散之後呢 我們身體可以很快速的吸收 而且這個熱能停留在身上的時間非常短 所以對身上的 我們人體的傷害就會非常小 其實呢 所謂皮秒雷射 其實它就是在 幾乎販子所有的色素性的問題 都能夠帶來幫助 比如說 曬斑 雀斑 肝斑 顴骨斑 泰田姆斑 這一些色素性的斑點 那還有暗沉的痘疤 還有皮膚色素不均這樣 這個也都可以改善 除此之外呢 就是其實皮秒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利用改變不同的波長 來進行去除刺青這樣的動作 所謂的肝斑呢 目前的就是確切的致病基轉 其實不是非常確定 那總之它就是一種色素性的疾病 它容易在什麼樣的狀況產生呢 第一個是說 懷孕之後 或者是說 它今天有些荷爾蒙的變化 那而且它容易在 就是我們常常光照的地方 比如說 我們的顴骨的區域 下巴比較凸顯部分 甚至是眼睛 這些都是常常出現乾斑的位置 除此之外呢 根據你的 比如說 你的生活壓力 或者是你最近服用一些藥物 也有可能會有這樣子 斑點性的問題產生 那統稱這一些 就是叫做乾斑 首先呢 就是其實皮秒雷射的四大適應症 這件事情 其實所有基台都是一樣的 不管是 你是要治療黑色素 也就是所謂的斑點的問題 或是凹巴、細紋 或是你要去除刺青 只要你有這四樣需求 都可以進行皮秒雷射的治療 那目前的話 就是比較常出現的 就幾個大家比較常用的基台 包括了 PicoSure、PicoWay跟PicoPlus 那PicoSure跟PicoWay 這兩個都是美國原廠 也算是皮秒雷射 比較早出現的機型這樣 那他們透過不管是755或是1064532 這一些不同的波長 他們針對皮膚的不同的層數 來做黑色素的治療 那都能夠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四大適應症 來提供它的幫助 那最近呢 是就是比較近期的話 是還有包括PicoPlus 這個韓國原廠的機器 那它和之前不同 是它搭配了更多的探頭 不管是532、595、600 或者是說就是1064 它它號稱是說 就是它能夠針對皮膚 各個不同的深度 來做不同面向的治療 那也更適應我們亞洲人的皮膚 它能夠在就是不破壞表層的狀況下 對底下增加就是它的 膠原蛋白的增生 或者是說增加它的色素改善的程度 那除此之外 對歐巴跟細紋還有刺青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有幫忙 首先呢 就是在治療的前三個月 它要停止服用A酸、A醇、水、洋酸 這些酸類 而且它在前一個月呢 要避免過度日賽、SPA 或是日光浴這些活動 而且它治療前後 要避免辛辣、酒精 這些刺激性的食物 要不然就會容易引起肝癢、皮膚缺水 和脫皮、紅疹這些問題